约练了 很多道尾都很念 电视剧《胡珠夫人》正在热播 不知从何时开始 方珠成了方海氏脑海中最令他心动的存在 年夜的他还只是将方珠当成师父与长辈看待 但当小海氏长大成人后 他在面对方珠时的那种悸动变得越发强烈 方海氏清楚意识到 自己已经陷入爱和无法自拔了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命中注定无法与方珠在一起 原来 方珠背负着沉重的使命 他的一生注定是要为帝序所牺牲的 为了保护好最心爱的方海氏 方珠想到的最好办法 就是与他趁早划清界限 即使撇清关系 只有这样 海氏才能平安度过一生 在方珠的疟极攻势下 方海氏对他的迷恋一点点化成了怨恨 更别说当方海氏入主后宫 彻底成了帝序的女人后 他与方珠更是形同陌路 让人看得要多心碎有多心碎 更有甚承 方海氏故意当着方珠的面 与帝序热闻秀恩爱 只见方珠表面波澜不清 一个转身就潸然落来了 心疼他一秒钟啊